李湘最近的心情真的还不错,买了一条狗回来,然后又开启了直播,带着墨镜坐在阳光下,看李湘晒出来的视频,以为是在国外的某个旅游的景点,结果越在天边近在眼前,就是李湘的家呀。 李湘的文案是,后花园的明媚阳光,言外之意就是,李湘的家有一个后花园,这个后花园有多大呢?我们不得而知,但是李湘善了一下他们家的狗,足以在里面飞门换活,然后吃光群众的重点就落在了李湘背后的大草坪。 一,为什么这个季节,草坪还这么好呢?李湘也没害怕的,耐心的给吃光群众解释,是因为自己家的草坪用了特殊的肥料,可以延迟绿的时间。 虽然李湘没有说肥料的价钱,但是吃光群众就有点酸了,说,我缺的是肥料吗?我缺的是草坪。 是贫发出来之后,有人羡慕,有人吐槽,有人骂李湘就是爱炫富,结果李湘本人还出来回应了,但定的此刻次,别想太多。 李湘可能确实只是想分享生活而已,但没想到会被误会成炫富。 他一直好无奈地说,别想太多,李湘之前也晒过自家的花园,可能是想表达乱,但也是有人说他炫富,他好像就删除了。 我觉得或许吃光群众是有点过滤敏感了,就像王思聪说的,我消费的只是和我的身份匹配而已。 李湘有钱,而且也是自己赚的钱,不通不抢,当然有权利享受,羡慕嫉妒可以,别困。